孙颖莎大战王曼玉 将他打到毫无还手之力 教练气到直接黑脸 大家好 这里是圈圈体谈 如今国拼正在进行集训 国拼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应该就是孙颖莎了吧 他的实力很强 之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一般都是赢的状态 但他也是有对手的 他的对手就是王曼玉 王曼玉的实力很强 孙颖莎只要跟他交手赢的几率就不高 不过之前有这么一场比赛 孙颖莎直接将王曼玉给打到了心态会直接崩溃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第一局比赛 王曼玉率先进入状态 首先以5比1暂时领先 孙颖莎有点没有进入状态 王曼玉利用这个机会很快就将比分拉到了8比4 不过后面王曼玉频繁失误导致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最终由于接球失误孙颖莎以12比10拿下第一局比赛 此时大比分1比0 孙颖莎以12比10翻盘了逆转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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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比赛 两个人打得非常胶着 但是孙颖莎的接发球都比较凶猛 王曼玉有点招架不住 最终孙颖莎以11比9拿下第二局比赛 此时大比分2比0 第三局比赛 王曼玉调整状态 首先以3比2暂时领先 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 互不相让 一度打到了7比7平 最终王曼玉接球失误 孙颖莎以14比12拿下第三局比赛 此时大比分3比0 孙颖莎赢下比赛以后 教练也是非常激动地喊了出来 再度战先拿到局点 而且是发球在手 哎呀这球在挑了 连拉两板 14比12 还是正手为短球的挑打 这个成为了一个活肉还原撇加舍业 第四局比赛 王曼玉调整状态 找到孙颖莎的弱点 压着他打 最终由于比分差距太大 王曼玉以11比6拿下第四局比赛 此时大比分3比1 第五局比赛 王曼玉保持上一局的节奏 首先以6比5领先 孙颖莎有点着急想要拿下这一局 导致频繁失误 最终王曼玉以11比8再扳回一局 此时大比分3比2 第六局比赛 孙颖莎掌握主动权 首先以4比1暂时领先 但是王曼玉将比分追得非常紧 两个人打得非常胶着 孙颖莎利用自己擅长的技战术 将比分拉到了9比7 并且率先拿到局点 不过最终还是因为失误 被王曼玉以15比13再扳回一局 此时大比分3比3平 第七局比赛 孙颖莎调整状态 首先以4比1暂时领先 王曼玉这一局的状态不是很好 孙颖莎很快就将比分拉到了5比3 王曼玉没有着急 一分一分追赶 不过孙颖莎没有给他反超的机会 直接以11比6拿下第七局比赛 此时大比分4比3 孙颖莎赢了 王曼玉的教练脸色不是很好 非常严肃 可能是觉得可惜吧 最大的自我 孙颖莎赢了 孙颖莎赢了 11比6 七局苦战 这场比赛真是像好乐乌大片似的 这个情节也是跌宕起伏 3比0领先 追胜3比3 最后的决胜局还是孙颖莎 笑到了最后11比6 可以说今天这场奥运模拟赛的女子